事情也有它的两面 有正面与负面 我们看到的是负面 没有看到正面 但是我们就很肯定地说 一定是这样 所以判断的错误 是我们今天常常都有看到的 听到的 但是有些人用经验来做判断 但是经验也不都是对的 因为你的经验和我的经验也有不同 那我们要怎么判断呢 才能够荣耀神 那判断也好 相争也好 各位姐妹 这里的判断是指说 没有眼见不荣耀神的判断 在把我的所了解 所看见的态度的理念 都是不应该有的 这次保罗用一两个字 说是修使的 我知道这个字太严重了 它的确就是这样 我们知道这个讲话 真的是很容易啊 去伤害别人啊 是不是啊 有时候就是一句话 就死到一个人不能翻身了 就算是你赢了 你又怎样 你赢了 对方就输了 输了就倒了 倒了就伤了 伤了就死了 你就后悔一辈子了 你不能够荣耀神啊 你不能够荣耀神啊 你不能够荣耀神 而这个跟我们圣经的教导 是不符合的 因为主耶稣基督 十字架上说掌心的是爱 复活也是为了爱 那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就是活在爱的里面 我们在言理上 在行为上 在思想上 都有爱为基础 如果有爱 就不应该有象征 明白吗 爱就不应该有象征 爱就不应该有没有智慧的 或者是说 知识的 识心的 肉体的 属世界的判断 所以我们基督徒 怎么做判断 真的这么容易 有时候我们真的 要像耶稣一样 我们要做一个选择 就是 有时候 什么都不要说 记得以赛亚书 五十三章七节 耶稣说 这里怎么记载说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牵到 在沙子里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的手里 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有时候 你不讲话 好过你讲话 是不是啊 但是你什么时候 应该选择 尽过呢 沉默呢 沉默呢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智慧 咱们先把经文看一遍 好 有个中间 有一次相争的是 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呢 而不在圣徒的面前求神呢 这个不义的人啊 就是指 圣经里面指 不信主的人 或者是指那些其他的 就是不是在教会里面能去的人 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 不在圣徒的面前求神呢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我世界为你们说什么 难道你们不可以审判 这最小的事吗 岂不知你们也要审判天使吗 还管今生的事呢 其实这样 你们若有今生的事 当审判 是派教会所侵看的人审判吗 我说这个话 它叫你们羞耻 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的人 能身断弟兄们的事吗 你们尽是弟兄 尽是弟兄 尽是弟兄 尽是弟兄告状 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 所以刚才那个不义就是这个 第六界的不信主的人的面前 你们彼此告状 这已经是你们的大处了 为什么不情愿受欺 为什么不情愿吃亏 你们倒是其他人亏复了 广界所欺压所恢复的 就是弟兄 你们岂不知无异的人 不能承受上帝的活吗 不要吃戏 无论是凝乱坏 偶像坚硬做乱统 亲男生 偷窃贪婉 醉酒 容骂 勒索 都不能承受死的活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如今你们奉处耶稣基督的名 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尽 成生成义了 是的 我们很容易在眼底上犯罪得罪生 我们什么时候才知道自己的初恶 就是花降的秩序之后 所以有人说花好像水一破出去就收不回来 口不择言 想讲就讲 冲动轻薄地讲 不讲不说 要讲也说 我们往往会不会这样啦 我们觉得应该讲 来个书语是书语就花手不平则灵 是不是啊 所以一定要收 可是 又见面保佑要我们做智慧的人 做智慧的人 就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耶稣的灵在我们里面 明白什么是上帝的善遥 孙犬和喜悦的旨意的人 请问你是这样一个人吗 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学习的真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有很突破很新的一个开法 这里讲我们不要彼此象征 就是 意思是说 原来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要彼此对抗 就是 你跟我过不了 我也跟你过不了 你硬我比你更硬 你看 你刺我一刀我刺你两刀 那叫他彼此对抗 我们讲的 这样子 不应该在教委里面 在外面的世界是 外面的世界 本来就是如此 但是在教委里面 不应该 保佑要认为这是行持的事情 不但是彼此对抗 还有一个 从后来的下文里面 我们看到彼此告状 就是彼此诉讼的意思 从哪里开始 从乡真开始 从这个没有社会的判断 的言语 或者是行为 开始的 所以听众姐妹 我们在这里 接着全主演员我们 让我们知道 什么是应该的 什么是不应该的 而是因为我们有属灵的 近视 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近视眼啊 近视眼 就是看到前面 看不到更远 其实我们今天我们 看不到将来的审判 我们只是看到现在的 民和利 之间的彼此的争斗 但是就算是你赢了 改变你在审判台 审判主的台前 也还是要面对审判 所以今天这个 不要以为上 我可以逃过这个审判 每一个基督徒 就要在上人的面前 负责任 所以 你今天 怎样的对待 你的弟兄和姊妹 将来要在主的面前 交叉 我们误明这样 我们整个属灵的 focus 看法就不一样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个人的得失 但是我们如果有属灵的眼见 我们看到的不是个人 而是看到主的得失 和教会的得失 如果我们在这个属灵的眼见的话 我们看到的 不是属灵的得失 物质的得失 而是看到的是 属灵的得失 所以说 为了物质上的得失 你真无多 到最后 这个弟兄 因为你的行为 而不幸福 已看主 这是属灵上的一个损失 因你意气的 有一天 你见主的时候 主要跟你算账 主这一个人彼此告终 彼此不服 彼此象征 这个 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 这是他 灵性上的一个问题 也是 心态上的一个问题 心态上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就是要 告诉自己 我要越来越想主耶稣 包括在生命上 越来越圣洁 所以我今天穿白衣 那你知道圣洁很重要吗 我们的意思也是穿白衣 很重要 用这边白色的告诉我们 我们生命有一个目标 从不完美 要变成完美 我们的心态一定要改变 我们不能够告诉自己 我是这样的咯 我死都改不了的咯 不可以啦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一定能改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在这里庆祝什么 复活节 复活节带出什么样 带出复活的能力 是不是 每个人都有主的复活的能力 在我们身上 我们可以克服 我们的软弱 可以胜过我们的软弱 各位姐妹 我们属灵的眼光 如果放远了 看大了 真的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就不要为一些小事情 斤斤计较 我们也不要为那一点小事情 反目成仇 那很容易的 因为你那个伤害的心灵 没有很好地得到主的意识 所以你一直在你里面 你一直告诉自己 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这样 我是一个很容易被伤害的人 我里面有很多破碎的心 我已经破碎了很多配 我一直让大家一直破碎下去 有姐妹 不是的 我们要把破碎的心 带到主的面前 到主来 让我们这个心能够有一个缝合 有姐妹 这是重要的 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们要快一点判断我们的地位 保罗在第二节第三节 给我们可有审判的角度 来看信徒的地位 那么第二节第三节呢 有几个字 有意思是祝福呢 祈福之 祈福之 至少出现了第二节第三节 祈福之两个字 祈福之是什么意思呢 祈福之说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你们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还是不想知道 有姐妹当时保罗的口气 保罗 这个保罗对柯伦多的信徒 这种无知啊 这种的表现 心里感到非常的感叹 非常的遗憾 所以在这一点里面 有三样东西我们要认识的 第一 学习做明确的判断 那祈福在这里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一定在生命里面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一定会 有时候会下一些判断 一定会的 不可能你不会判断的 所以有时候你会说 我以为我认为我想应该是这样 这个就是判断 你知道吗 对 就是这样简单 我以为我认为 无论你从怎么样的一种专业的角度 你这样说话的时候 也就是一个判断 可是你知不知道 一句判断话 在总统的口中 在军官的手中 在医生的口中 在家长的口中 在法官的口中 在牧师的口中 在老师的口中 这个影响也非常大 对吧 总统说 我认为他们是有意思要碰到我们 就按那个 把灯给按 那个 盒子弹都飞出去了 结果 对方国家就没有了 你说 是不是很厉害的一句话 我的认为 我的判断 当然你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有时候 我们的就是因为 我们有 在小的事情上面 因为我们的错误的判断 导致人命伤亡 导致人心受损 有没有 有 各位姐妹 我们要学习明确的判断 什么叫明确的判断呢 明确的判断就是要 很明智的 很公平的 对事情的一个看法 欢迎的话说 当你现在不能够下叛与的时候 你就宁可选择 说 抱歉我现在没有什么答案给你 不过 当我多一些的了解 明白之后 我会让你知道 要这样的口气呢 这样就不是出于肉体能 那种感受 我认为是这样 肯定是这样 我以前也是这样 所以现在也是这样 你思量也是这样 我讲 这是肉体能 好不好 我们应该要这样 我们要学习 而且呢 我们要做 一个明确的 一个智慧的判断 也要怎么样 要做一个功课 要收集资料 真的 有时候真的要收集资料 多了解一下 然后我们才 说话 兄姐妹 你有这样做吗 你有这样做 而且你知道吗 明确的判断 学习做明确的判断 原来 他这个是一种 操练 是一种 准备 所以你的基督徒 你知道吗 你是一个不得了 如果你要不得的人 因为你要学习做明确的判断 接下来第二点 因为你要对世界 有一个判断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还要审判天使 你是不是不得了 你的权力范围越来越大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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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是权力范围 而且你的 你所要设计的 圈子 越来越大 导罗说 我们要审判世界 就是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明智的一个 一个采取 姐妹 如果要审判世界 你首先呢 你要有一个很对的基督徒的世界观 基督徒怎么看世界 你怎么看这个世界 耶稣怎么看这个世界 姐妹 你有吗 你有这个世界 就肯定基督徒的世界观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你跟世人看世界 是一样的 甚至有时候 他会问我们呢 也关于政治的东西 都牵涉到世界 也包括一些 现在自然的灾害等等 这也是牵涉到世界 还有些天灾人磨 战中等等 这些也牵涉到世界 还有道德的 人王 这也是牵涉到世界 请问 如果你在开口讲话的时候 你所带点缘的 是怎样的一个判断 你是有很正确的 从基督徒圣经的角度 去分析一件事情 还是命运就说 跟世人一样 总有一件事 如果我们有正确的 圣经的角度 原则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时候 你会多一份耶稣的爱 在所有的事情的里面 我们是没有的 我们总会觉得 该死 他是应该死的 他这样的对待人影 他这样的处理 应该死的 最好他 把他吊起来 然后把他放下来 还给狗吃完 吃不完再给老鸣吃完 吃不完再丢到海里面给鱼吃完 各位姐妹 是不是我们是这样的想法 还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不公平的里面 我们仍然看见上帝的爱 我们仍然为他祷告说 上帝啊 他真的很糟糕 他真的很不好 但是我求你的怜悦和爱 在他的身上发生 因为主我相信 他也有一个可以为改的机会 姐妹你知道吗 不是这样的一个观念 还有第三点 将来要审判天使 当然这边的天使 不是属神的天使 属神的天使 你不用审判 他是恶的天使 你要参与这种灵界上的 一种大的事情 这一点 我也是不是很能够了解的东西 但是既然把我这么写了 我就相信说 这样的一件事情 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起审判 一起作王 这个真的 你有没有想到 有一天你的身份 竟然是这样不得了 所以你不要一直看自己 还看自己看不起自己 以为自己就是 哎呀我又是莫拉 我是扫地的阿姨阿 我又是莫拉 我是西万的阿姨阿 等等 不是啦 那是你属世的身份 但是你在整国度里面你的身份 我跟你讲 是不得了的 原来我要审判世界 我要审判恶天使 哎 这能够提升我们的视野 这能够提升我们的信修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能够做大事的人 而且这个观点你掌握了 你就不会把小事看得很重要 往往我们把小事看得很重要 就是你讲八不太极啊 就是呢 在专门这些 去找那些小小的事情 来炒来争 是不是啊 一个眼神一句话 你就不要死要活了 各位姐妹 是不是 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界 没有放大 我们属灵的眼睛 没有看得完 一个真正爱主的人 他的心里面在意的是什么 比如说你爱一个人 你很爱他 你所在意的就是什么 就是他哦 是不是 然后他的一举一动 他的一言一笑 或者是他很久没有回来 你都很在意 是不是 因为你很爱他 所以你很在意 他对着基督徒 我们很在意的是什么 是耶稣基督 哦 我在意主怎么能看 我在意主今天有没有 有没有更大的充满我 更大的帮助我 更喜悦我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 要常常在意的 但是往往我们在意的是 什么 在意的是 那些我们个人的得失 哎呀 我的股票都输了 都是他了 我不要卖 他叫我卖 你看他 你看他 哈 可人真的是 我们在意的是 我的不自由 哎呀 早知道 不要现在卖啦 整理想卖 你看人家病人 赚了多几万块钱 我就是因为早 卖我亏了几万块钱 你看他多赚了几万块钱 他世界以为你全国 不过准备 其实是马来西亚人 哈哈哈哈 所以你看到没有 原理就是啊 就这样的一种 的思想看法 知道是不是 真的 如果你在意的是主 你就不会在意 世界上的这些 所谓的 是是非非 谁对谁错 哎呀 有谁没有受伤过 是不是啊 好 每个人多少都有受伤 可是你怎么去处理 你的手上 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些小小的事情 你过了 就忘了 不要过了 你把它收起来 所以我们心灵里面 有很多垃圾 都是不必要的垃圾 真的 是不是啊 你想嘛 听到姐妹 你这些东西 收在你的里面 沾满了你的心灵 你让圣灵哪里有位置 才继续的来掌控 来出发你的 除非你清掉 你心灵里面的这些的垃圾 圣灵才能够更大的 宠外 好 象征和羞恥 是 表姐妹 保罗的看法是认为 以象征 彼此象征 就是一种的羞恥 我们不应该争 我们不应该争 为名 为自己的名 为自己的利 来象征 是个羞恥的事情 因为真的 真的 我们今天可能都 都没有觉得这个 有什么 但是有一天 有一个人 不小心 踩到你的尾巴的时候 哇 你就不得了了 他怎么能够说 怎么说 我也是一个有同有面的人 你本来就有同有面了 怎么说 我也是一个有一个 第一位身份的人 是不是 人家看到我 都要叫我 什么阿宋 哎呀 不得了 是不是 你看我的头 你看我的头 我头发都没有了 就是说我很聪明的 所以你要为了我的聪明 而尊重我 是不是 总之 我们就是 就是帮助下 你和你 但是 我们也各位听多了 名而立到底值多少呢 名而立 到你的人生结束的时候 对你还有什么重要 有没有重要啊 有重要的 人家记得你 记得多久 几个礼拜 是不是啊 你一出兵之后 再算下去 看你累了之后 看你没有多少人 可以记得 是不是啊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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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开始的时候 还不能 才会想念你 你一讲到你眼光就红了 可是久了之后 谁啊 哪一个 哪一个 哪一个啊 好像你记得了 好像他那边跟着讲 也能就忘了 你是谁 所以 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要 不要为了名利 而真正杀的事情 而且你搞状 就是相争的延续 或者是相争的延长 真的 你搞来到去的时候 就使到这个相争的问题 更加的加深 相争的问题 更加的扩大 而且 可能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因为告上去的时候 不只是两个人的事 还要把旁边的那些人 都扯进来 因为他要做正人 他也不要上台 是不是 要上台 然后那些 其他人 千来千去 哎哟 我跟你讲 抱抱在家 又要还庭费 要还输送费 又要还什么费 没有钱 又要去借钱 没有钱 又跟阿公借钱 哇 就好多的关系 因此也大 所以 我们求主联名 我们啊 我们不要 不要这样做 可能你说 没有啦 没有真 也没有告状 可是呢 你有没有常常 因为一点点不爽 就去跟一个人说 有没有 我跟你讲 那就是一个开始 你一点点不爽 你就说 然后又跟很多人说 最后跟很多很多人说 那其实这个就是complain 新加坡人物在complain的生活里 不complain不爽 一定要complain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思想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思想 但是基督徒是这样的吗 基督徒是这样的吗 不是的 友姐妹 我们等一下再看下去 我们就明白 基督徒不是这样 另外 告在非信徒的面前 这个是很难过的事情 对不对 友姐妹 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教会里面 不能够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吗 一定要找一个不信徒的法官 来处理我们的问题吗 是不是呢 我记得我曾经在你们当中 讲过一个例子 在香港是不是 有一年在圣诞节前夕 七号 八十四号晚上 法官还在法庭上面 在审议 教会里面 长老之师和牧师之间的问题 因为彼此的这个不满 就告到法庭上去 他这个案件拖了很久 法官不是基督徒 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 他就讲了一种法 他说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 特别的日子吗 今天是平安夜 平安夜是什么意思 平安夜就是 你也是把平安代表这个世界 平安就是和平的意思 对不对 那你们在 你们这些自己教会里面 在你们几个怪大怪 几个大理大理 比如说 这是好不好 在人的眼中看好不好 教会里面你告我 高到法庭上去 是不是很荣耀的事情啊 会不会很荣耀 不会啊 没有见了 我们最近都听到一些 教会的事情在法庭上面 当然那个是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但是就是说 这样的事情 其实基本上来看都是荣耀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处理 要好好地处理 要好好地处理 当然我们需要 自主的一个人帮我们处理 另外呢 我们自己要有一个看法 就是 我们要有一个基督徒 应该有一个观念和事项 这个非常重要 另外 我们做人 我们自己要知道 我们虽然知道 我们是受欺压 我们是受恢复 我们是受恢复 我们往往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受欺压 我受恢复 所以我也要欺压 我也要恢复人 这样解决的是 公平 那姐妹 其实这样所出的 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 亏复是什么 亏复很简单的意思 就是占人的便宜 占人的便宜 就是 你被人家占便宜 啊 我要说买东西啊 他挑战 你被他占便宜 改天他来 你地方买东西 他就敲他回去 是不是啊 那么 你就觉得这样 哇 费啊 公平啊 这样子 这样的做法对不对呢 但是保罗怎么教导 保罗说经验收起 经验收起 经验收起